嘿喲 聊四季 天梯榮心 大家好 我是劉 今天要來看馬來人對上孟加拉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看一下藍色是選擇了馬來人 馬來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步兵單位的鎧甲是免費升級的 而且升時代的時候 速度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讓他升時代速度最快的時候 省下來的時間可以多玩一些村民 這算是他的經濟加成 馬來人的海戰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因為他有海商霸主 可以讓碼頭自動射箭 而且漁網也是三倍的 所以在阿拉伯來說 經濟實力可能沒有像其他文明這麼的好 馬來人的話 因為升時代很快的關係 所以可以打出一些比較特殊的戰術 例如極限落馬開九 或是樹地樹峰的一些作戰策略 但是這個是比較少見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的話是選擇了孟佳阿倫 孟佳阿倫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大象有抗招響能力 對付長相兵 也有額外傷害的減少效果 孟佳阿倫的派科技 也可以讓大象的攻擊速度增加20% 所以總體而言 他是一個綜合型大象文明 孟佳阿倫的僧侶也是很特別 一開始就有雙防三的效果 所以不太容易被垃圾兵給打死 孟佳阿倫的後期主要是打 肉馬還有大象 還有象公 還有自己的工兵單位 作為主軸的文明 當然還有這個老頭 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地圖方面看起來是有點慘 孟佳阿倫這邊墓區只有一片 黃金在右邊 正面只有少量的墓區 右上角有石頭 看起來是不太好打的 因為他的墓區基本上 只有一片安全的地方 如果要到左邊這個地方 可能還要再插個箭塔 或是蓋城中心 蓋在這個位置 才會比較安全一點 這個應該是少部分很爛的地圖 但還好他的果子跟金礦都在後面了 所以在前期來說 應該是可以極限撐住 只要不被塔攻的話 應該是還能打 看到馬來這邊 馬來其實也是蠻相似的 但他比較慘 果子跟黃金都在前面 兩邊的分數地圖 應該都是10分20分吧 這應該是我們頻道裡面 看過最爛的土之一了 基本上沒有什麼地方能為 而且木頭都在後方 正面都是大草原 非常的難受 這個右邊 可能開城中心會好一點 好不管怎麼說這張地圖 看起來就是會比較難守一點 可能強軍士來說會對兩邊 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打防守會非常的不舒服 來這邊拉了一頭野豬 這個野豬吃的時間 算比較慢一點 17P的時候才在吃第二隻野豬 正常這個時間點 其實應該是兩隻野豬差不多快吃完了 像這樣子 像孟加拉這邊就是正常野豬吃的時間 這邊就是吃的慢一些些 那孟加拉這邊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 馬來人這邊則是打一個20P 正常上到封建時代的一個流程 好均勻正面再繼續補下 看來有可能是要來打肉馬 因為黃金這時候還沒有挖 通常就不會打工兵了 因為工兵前期需要的黃金也需要多 喔 孟加拉這邊反而是先挖黃金喔 這個就是正常的工兵開局 就是去打這個採荒林地 然後轉射箭場出來 那馬來士肉馬開沒有錯 那遇到對方工兵開局的情況下 馬來人可能待會還是要轉個射箭場 別人在那邊肉馬出來 只能稍微擋一下拖一下時間影 遇到對方的槍兵跟工兵 同時出門會很難打 馬來這邊用了一個圍法 把正面跟右邊稍微圍了一下 孟加拉人則是圍一個長條形 擴展一下自己的保護自己的主經 但圍法還是偏大 而且不太好圍 這時候槍兵兩隻都走了過來 好 那有兩隻槍兵就不怕這邊工兵被騷擾 這裡兩隻工兵走了過來 看到這邊挖果子村民 開始敲人夢想 馬來這邊三隻肉馬 則是在找地方看能不能衝進去喔 這樣我覺得可以衝 沒錯 衝進來 六個一波 圍一下支援點 能規得到嗎 右邊來得極為嗎 可以 但是右邊有一隻村民落單喔 這隻槍兵如果沒有辦法好好保護住這隻村民就危險了 哇 結果自己為好四面牧牆阿 哇 這個反應相當迅速喔 保護住自己的村民了 那這兩邊呢 就沒有損失太多的單位喔 那馬來也是順暢的轉出了自己的毛病 好 家裡工兵繼續射擊家裡的弱馬 這些弱馬應該是要被射光了 而且這時候孟家阿倫有一擊射 好 外面的工兵跟槍兵也被解決掉 好 封建時代 哇靠 這個是什麼 怎麼吃這麼遠的鹿肉 遠處採肉阿 好 那孟家阿倫應該快要點到城堡了 不會再去出更多的吃肉單位 應該是全產工兵 不會產毛兵了 那如果對方的毛兵過來就會比較難受一點 但馬來人並沒有把自己的毛兵派出去 孟家阿倫這邊突然轉出了肉馬 想要去潛壓 哇 這個馬就下的蠻急死的 這邊毛病的話就會有點危險了 好 前面再補一個射箭場 雙射箭場想要量產工兵 好 馬來人這邊支援反而是先可以點下城堡時代的 這邊升城堡 工兵繼續按 準備要來打一個工兵城堡開局 那馬來人的工兵也是很適合的 應該說馬來人比較常見就是打強弩喔 配上自己的步兵喔 大象來說的話雖然很便宜喔 但是實用性喔 算是需要到地龍時代後期喔 才會比較明顯的效果 好 這邊肉馬快要損失完 工兵一直在家裡 射掉了前方的 肉馬 這邊被射掉了一村 毛兵這裡沒有點下自己的預防 所以被工兵打的時候會很痛 所以你們看到這邊 毛兵為什麼有點扛不太住對方的工兵喔 最主要是因為沒有點易防 工兵防禦力在弓箭手對撤的時候 是很重要的 好 毛兵完全被打爆 這個偷易防有點偷得太過分了 好 孟加阿倫這時候也升到城堡時代 那這邊承認中心應該會先馬上開下去 因為他不該承認中心的話 他會待會被扣木喔 被扣木的話就完蛋了 前方沒有安全的墓區 後面墓區挖完喔 就會很危險 好 孟加阿倫這邊點下了 奴兵的升級還有二級射 二級伐木也補下了 好 馬來人這邊轉出了 二級伐木 奴兵的部分稍微打贏對方的毛兵 但數量也不多 兩邊應該會轉一個開農喔 工兵應該會慢慢出 先撒完一些農田 更重要 那孟加阿倫這邊則是 再點下了一個二級射 這邊經濟打一個最好了 補一個修道院 稍微防下 買一個騎士 或是大象 好 工兵過來騷擾 當然兩邊都是工兵開局 要擋住應該問題不大 那馬來這邊還沒有生奴兵的升級 這個有點太偷了 好 按了一個大象 這個大象主要是拿來去給對手工兵壓力的 還有這個垃圾兵毛兵 老頭出來開始先撿個聖物 但是馬來的大象雖然造價很便宜喔 但是他只有異防也沒有品種 所以待會也不太可能會一直去打這個大象的路線 因為孟加阿倫的後期是走一個相公路線 相公路線的話很好打贏這種遠房地的單位 對喔 所以馬來人可能會轉一些工兵開局 或者是打一個僧侶投資車 工兵或是步兵單位為主的一個路線 可能會更適合這個文明 而且馬來人還有強制增兵這個科技喔 可以讓自己的雙手的劍兵喔 不需要黃金喔就可以生產 所以馬來人到地龍時代喔 選擇算是蠻多的 就要看要哪一種戰法 比較好打得贏對方的相公路線 那孟加阿倫這邊的選擇就並不多了喔 就只有僧侶、肉馬還有工兵路線 還有相公還有大象 這幾個路線 那這幾個路線喔 比較單一喔 很容易就被對方的槍兵路線給戳爛 所以馬來人如果要打得贏的話 可能就是要轉一些經濟喔 去陰服對手 好那這邊孟加阿倫是5TC開農 然後點地龍時代 那他每生一個時代呢 每個城市中心喔 都會給到兩隻村民 所以一到地龍時代這邊 五個城市中心 馬上就會補給五村 給自己喔 這樣經濟就會非常好 這兩邊打得有點濃阿 都沒有在打這樣 好這時候馬來轉出了爪刀勇士 然後來走一個步兵路線了 那馬來人步兵 步兵的防護力不用升級 所以待會只要全身攻擊力喔 就可以速升使用這個爪刀勇士 好再點個經濟就差不多 那爪刀勇士本身的 數值喔是比較差一點的 只有37 314喔這個數值 但是如果他點下經濟之後 其實傷害力喔 攻擊力是蠻高的 8加42攻擊傷害 而且每一隻的單位喔 只佔半個人口而已 好這時候孟加阿倫 點下了經濟的升級 相公經濟 還是要走大象 當然他不是走 毛相夫路線 而是相公路線 那孟加阿倫喔 通常打戰車的話會比較難打 因為戰車路線 他是需要做切換的 而且要成這個雙反喔 好一直做切換 使用上來說 雖然彈性很好 但數值跟造價喔 是並不便宜的 而且是需要城堡生產 要量產出來不太容易 所以孟加阿倫喔 走相公來說 是一個比較常見的組合 好馬來人這邊抱了非常多的爪刀勢 衝到了 孟加阿倫的家裡 但是被弓箭射到有點痛阿 即使有三防喔 吃到這個城堡中心的傷害 還是太痛了 因為他本身的血量太低 而且這家城堡中心是五攻喔 五加四 應該是九攻 九攻的傷害 所以打這個 爪戰武士喔 是錯錯有 所以爪戰武士現在要打得贏的話 一定要點個精銳喔 然後再配一點其他單位喔 純爪刀 可能是太好的 可能配個自己的馬來便宜大象 折扣大象當個坦克 然後用這個爪戰武士去輸出 可能會更好一點 不然就是要轉衝車系 好 阿倫這邊補了一個大學 化學也可以補下了 精銳爪刀也補了 攻擊變八 血量加十滴血 好 爪戰武士走到右邊 但是這裡有一根城堡喔 我想這場是不是因為 兩邊 地圖都很爛 所以大家都不太敢主動攻擊 都想要先防守好自己家裡 看起來是有一點這種之相 好 那這邊相公數量來到了十九隻 基本上來到二十隻就可以成行一個戰力了 好 好 相公慢慢往右走 好 左邊補下了兩個城鎮中心 不是城鎮中心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是沒有火炮的 所以 他這邊出工程器製造所 不確定是要出什麼 出戰項的話是比較有可能的 OK 工程戰項果然點下了 好 這邊巨型頭司機 右邊突然架了起來 這兩邊怎麼感覺都有視野 他怎麼知道 這邊有了巨頭怪 剛剛有看到嗎 剛剛有看到嗎 好 這邊架了起來 巨型頭司機 好 弓兵射掉了非常多的爪斷 爪斷勇士現在繼續亮閃起來 真的會很危險 感覺不是那麼好的 好打 相公路線 還是轉個戰錨比較實際 不然他轉中頭也可以考慮的 火炮也可以 好 馬來人這邊點下了母子環 還有戰毛病的升級 三級的工兵鎧甲也點下了 好 右邊的爪到全部撞到城堡 損失全部的數量 孟家人這邊只要扛住這棟城堡 然後可以用工程戰項給頂回去就沒問題了 OK 大象這裡一次放得出來 後面這裡的大象還沒有放得出來喔 哇 戰毛病雖然打大象很痛 爪斷勇士在正面硬扛 也快要拆掉了正面所有的工程戰項 後面的工程戰項 是不是忘記放得出來 現在才補上 好 當然這邊 相公也是做到了很多事情 這根城堡可能會扛不下來 爪斷勇士往右衝 雖然這兩台巨型投資機 拆掉了 右邊的修道院 但正面的部分 還是相公有優勢阿 哇 這面軍隊看起來馬來有點 毫無還手之力 而且這時候孟家人已經 喘出了一級的馬鎧 三級馬鎧就補了 平總也點下 而且肉馬這邊打毛兵 也有傷害加成喔 這邊肉馬 轉出來之後 在毛兵就不太好打囉 工程戰項要繼續往後頂阿 好 更多的狀態武士在後面 跑了起來 三公也補了 但是有非常多的肉馬已經衝得出來 好 正面打戰毛兵 太痛了 這些肉馬 哇 雖然三公還沒有補下 但已經有不錯的傷害力了 正面打掉所有的戰毛兵 馬來人現在已經沒有戰毛的傷害 這樣還能扛下正面大量的相公 入侵嗎 好 當然還好 現在光頭戰項只剩下兩隻 應該還是有機會點得下來 趕快這邊轉出長槍兵喔 哇 結果這邊瞬間就打出了聚聚 哇 這波結束的有點快喔 沒有想到馬來居然一波被打倒 這邊轉出槍兵可能還有點機會喔 畢竟對方出的都是騎兵單位 出槍兵的話 大量槍兵扛住應該是還能打的 而且後面再轉個什麼海上真兵喔 應該是 應該不會到完全不能打 但是他這邊可能是心態炸力喔 直接打出了聚聚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 有孟家二人這邊拿下所有的經濟勝利喔 四生物除外 村民刷具也是打出來了 135吋對152吋 這個孟家二人喔 利用自己的地龍斯坦 瞬間補齊了所有的村民 後面直接轉錯 大量的軍事單位往前推喔 就搞定了這場比賽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